4月10日,点点今天是节目结束后 和平先生在推特上写道 川普成了欧盟对付中共榜样 略为强硬,中共就可能让步 李克强这次欧洲行可有可无 最后做出让步以求一纸空词的声明 是欧盟与中共都需要平衡与美国的关系 而当天川普指责欧盟补贴空客 在中国,顾楚军在最高法院改为轻判 案件源于狼贤平,众所皆知 如今轻判意义何在 针对李克强欧洲行大让步 推特网友黑人写道 恩恩,看起来貌似软弱的胡温 没有太多的让步与美欧 看似强大厉害的 当今对党内强硬,人人恐惧不假 但对美对欧,则是应不起来 梁家河啊,这里面真的有大学问 我们知青精神,我是懂的 针对顾楚军改判仪式 推特网友瑞扯评价道 他运气不好,遇到了超级投机分子狼贤平先生 确实如何,平先生所说 中国总在制造冤案,和平反冤案的循环里 但在这一次次的循环里 对法治的认知会更深入人心 针对顾楚军与狼贤平的过往 网友Joseph Cheung评价道 当年那场产权改革大讨论 无论是主张私有化者如张维莹 还是强调产权改革 必然导致国资流失者如狼贤平 都没有错 真正有错的是中共 公有资产就应当用公的办法来解决 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而中共却拒绝这么做 所以顾楚军自始自终 都是一个无罪的罪人 事实就是如此扭曲 除了点点今天是节目外 何平先生也常常做客 今天大新闻 在最近一期的今天大新闻中 嘉宾们提问 现在中国内部有多少所谓邪恶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都表示要继续扫黑 但2019年3月底以来 大理市公安局已有8名中高级警官落马被查 不禁让人觉得说打黑 其实是在打红 网友杨海鹏评价道 刀口像内吗 前一阵子已经讲得很清楚 经历十几年大维稳 公安与地方势力结合 正命不通 代理人内卷化厉害 这一层次形成一个利益板结 既欺负百姓 有欺瞒中央 无论未来政治如何变革 打掉这一层是必然的 大理是公开报道的 我知道没有公开的连窝端更多 感谢以上网友的精彩观点 您是否也希望您对节目的间接与点评被收入 点点今天是网友评论精选栏目 成为点点今天是的有机组成部分呢 如果答案是是的话 请您前往YouTube明镜火拍频道 在相应的节目下方评论区 留下您的精彩见解吧 点点今天是走到哪里 点到哪里 您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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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